那下面这五类呢就是比较不常见的 但是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样呢大家对瑞士的总体的所有的居留许可有个简单的了解 第四种居留许可呢是CI类 就是外交人员家属的居留证 这是在瑞士的外交官以及国际工作人员家属所持有的这个居留许可 居留许可证 因为呢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在瑞士呢 有很多的那种国际性的组织 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属所持有的居留许可就叫CI类 这个呢居留证的有效期呢是取决于外交官在瑞士的这种工作期限 这个居留许可只是发给外交官的这种配偶 以及他们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这种子女 第五种呢居留许可是叫G类 这个呢是瑞士邻国工作人员居留许可 也叫频繁过境的这个许可证 在瑞士的邻国和瑞士相邻的国家 有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奥利利以及列治敦士敦 这些国家的公民呢居住在瑞士 居住在他们国家境内 但是在瑞士境内工作 给他们发的一些这种居留许可 当然了可以是给这些相邻国家的公民 也可以是给获得这类邻国人的这种永久居留 也就是这相邻国家 获得这种相邻国家的永久居留证的人 也可以就是持有这种居留许可证的人呢 是每周必须要离境一次的 第六类居留许可呢 就是F类就是叫暂时居留证 这种呢就是外国人在瑞士申请避难 被拒绝而出于某种特色的原因 例如战争呢 或者说黑社会仇杀等等呢 就是没有办法返回他自己的国家 就可以获得这种暂时的居留证 同样呢是如果说出于严重人生危险的情况 不能返回自己的国家 在瑞士呢申请避难四年了 也没有被裁定 所以呢也可以获得这种暂时的居留许可证 一般的情况下呢 这种居留许可证呢 它只有12个月 第七种居留许可证叫N类 就是避难居留证 在瑞士呢申请避难 或者说你在等待裁决的一些外国人 可以获得这种避难居留证 原则上呢在等待避难裁定期间呢 申请者是必须要在瑞士境内居留的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你可以申请一些非个体自营的工作许可之类的 可以去申请一些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第八种居留许可证呢是叫S类 就是保护类的这种居留许可证 保护类居留许可证呢 也是属于瑞士上面讲的这种暂时居留许可证的一种 就是这种 只有此种政见的人呢是不允许离开 或者说二次进入瑞士 瑞士境内的 就是上面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瑞士的这种八种居留许可 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呢 作为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他们说的第三国公民 主要获得的就是B类居留许可和C类居留许可 以及少部分的这个L类居留许可 后面呢我会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怎么样获得B类的居留许可 也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这种移民瑞士的方式 你所有就是正常移民来瑞士的 一般都是要先获得这种B类的居留许可 然后呢才有可能申请满足一阵的年限之后 才能申请C类居留许可 因为这个L类呢虽然也发给我们第三国公民 但是呢它呢就是最长只有两年期间 你是没办法移民到瑞士的 这个就是 这个呢就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个呢就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